踏入2022年,港股由于疫情、经济景气到和地缘政治等因素,前景仍然不明朗,在选股时而以盈利和派息有保障者为佳。 顽固一众高息外股,以收租作为收入的招商局商业房托基金1503现价相对便宜。 息率保证高达9厘以上,是本难今年的首选,限能财息兼收,2019年底上市的招商房托在深圳蛇口中心区拥有5个优质商业物业。 收租率保持超过八成半的高水平,租金稳定增长,除了管理开之外,收益都用作分红,加上在上市时保证首三年派息会持续增加。 为现价却受内房板块调整的影响而处于相对较低水平。 招商房托持有4栋写字楼及1个商场。 去年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按年增长19.1%至9760万元人民币。 分派比率维持于100%,每单位派息0.1039元,当股价回落至2.6元。 年化息率超过8厘。 物业组合租金稳增,去年下半年,招商房托的租贷情况更佳。 第三季平均出租率由第二季的87.1%增加至87.6%。 租金亦稳定增长,预期下半年的收益较上半年更佳。 全年每单位的收益和可分派的应达0.21元以上。 根据吸引力的是,这个防托基金上市时以保证在2020-2022年三个年度内每年均增加派息, 包括2020年派0.236元, 2021年派0.2541元及2022年派0.2614元。 因此,2021年下半年的派息将达到0.1502元。 现时持有三几个月便可收到。 新的年度保证派更高息。 股息率达到10厘。 颇为吸引。 去年史势较佳时, 招商防托的股价曾回升至三元。 当时预期收益率仍达8厘。 因此, 回吐之后, 现价更加有吸引力。 上市后, 五栋商下均持续进行改造, 以吸引更多优质租户和令租金可稳步上升。 在不断改进后, 使收益将长期维持增长。 另一方面, 作为大型央企的招商局集团, 在深圳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拥有及正在发展众多优质商下。 今后仍会把个别高收益项目注入仿托基金, 令基金的市值和回报得以持续增长。 因此, 在三年保证派息期后, 每年派息仍可望维持0.20余元。 是稳健的高息投资项目, 招商防托上市价为3.42元。 现价低了约三成令回报率变得更高。 去年6月底每单位的资产净值已增至3.5元人民币。 现价有四成折扬, 可趁低价收集长期收取高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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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